除了这个WHA之外呢 在这个亚银的部分 大家应该有点年纪的 应该有这个记忆 就是我们曾经用under protest 来表达我们的抗议 那事实上我们从2003年 我爷爷告诉我 2003年呢 我们从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呢 也受到一连串的屈辱 我们来回头看一看这段影片 台湾第七度争取进入世界卫生大会 有个中华民国友邦 在总务大会的闭门会议中提案 以共同防治SARS疫情作为诉求 要求让台湾以观察 原身份列席世卫大会 中共副总理吴怡 亲自作证独军 发动盟邦 反制台湾参与世卫大会 我愿严重地指出 邀请台湾参与WHO 是遇法不符 遇理不容 遇情不合 中国政府坚决反对 任何类似提案 尽管如此 美国方面还是表态支持台湾成为观察员 当大会宣布不将台湾入阁问题排入议程时 坐在旁关系的台湾立委里迎现 包含抗议被警卫炸出场外 还有台湾记者和中共官员 因为立场不同引发口叫 来 地狱委员 这一口气 已经憋了很久了 今年再吞一次 那位叫沙竹康 沙竹康 然后加上吴乙 其实那样的声音 像我曾经陪着高雄去争取世代运 我们在电梯口的时候 也会碰到中国的代表团 他在帮泰国打败台湾争取世代运 讲的口气大概类似这样子 就是没有我们谁理你们 我们确实很委屈 台湾面对的国际局势 我们都是这个岛上的国民 不管你支持什么政党 不管你信仰什么东西 你如果看到我们这么努力的两千三百万人 我们工作时间比人家长 我们很认真在国际上尽我们的责任 发生海啸地震 我们捐钱没有比人家慢 我们都希望尽一分力 可是你知道在国际组织上 如果你当场被打压过 你就知道那种委屈 跟那种 为什么我们会遭遇这样的对待 所以我们回到刚才问的那个问题 就是到底该不该去 我知道主张不去的人 也是来自一种情绪 就是说 矮话你了 你还去干嘛 就是告诉你在 你在这个2758号的决议文 或者One China Policy 来才能来 那你就低了头进去吗 那事实上我们在奥运 我们那个 起来得下那个五个款的 其实也不是我们的国旗 我们在亚营 名字也不是我们的名字 我还可以举很多I care 很多很多组织 我们都连进门都有问题 你看我们国际民航组织 我们挂在中国下面 定语委员 我们干脆把那个我们的国旗 改为奥运期 那他马上就不要 他就不总举这个棋子 那再跟着换 叫你拿掉一个环 剩四环 不过我是觉得 这种委屈回到现在这一次的决策 就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 像WHA这么重要的国际卫生的会议 务实一点是要去 可是我们国家的国格跟尊严 跟我们的态度要表达出来 这是对自己的坚持 马政府采取务实 却缺少了对台湾这片土地的坚持 那如果我们选择了坚持 不去参加 可能从此以后包含 英特洛国际行政组织等等 我们都会面对同样的情形 所以我不愿意做这个选择 我们也不愿意做这个选择 最好是能够光明正大去 最好成为会员国 可在现在的困难下 去到现场去 无疑讲那句话 谁理你们 扎鼠刚才讲谁理你们 我们可以自己去讲 五分钟的部长会议时间当中 把台湾对健康医疗卫生 我们的水准比较高 我们可以贡献在世界上 防疫跟公卫上 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们两千三百万人 长期被漠视的委屈 还有二七五八号决议文 根本只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 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位置 第二个部分是 蒋介石政权被驱逐出联合国 他只处理这两块 根本没有处理到所谓台湾 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是潘基文也好 或者WHO这个秘书长也好 他们过度去隐身 所以我们应该去那边讲清楚 在家生闷气 在家里找我们自己的记者 开记者会 对台湾在国际上受的委屈 不会增加任何能见度 而我今天有问了那个外交部长 外交次长 这个侯震次 我也问了卫福部 也问了陆委会 我得到一个确切消息 就是今年台湾在那边发表抗议的时候 确实会有友邦站起来发言声援 OK 也就是说当你在那边发言 人家声援你 告诉说这样对待是不对的 跟我在家里 我不接受 他还是继续说one China policy 对 两个看起来是一样 但是被看到的地方就把他当成是去买五分钟的广告 好好的宣传 就在那个场域里面把台湾声音发出来 还是会有困难 但是因为这个举动 这个务实的决策 会影响到后面 美国欧巴马政府已经支持台湾要参加国际行政组织 ICAL ICAO 我们因为没办法自己成为一个会员 我们的那个飞机排探是算在中国下面 变成我们的航班要比较 加的钱要加比较多 所以作为一个执政的政府或即将执政政府 面对这问题应该是一体的 我比较遗憾的是听到吴敦毅 吴敦毅讲的 他讲说两岸和平才有国际 台湾才能够逐渐参与国际活动 跟两岸和平无关 你们那种参与方法是驱从于中国 是台湾的中祖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样去参加国际组织 对台湾就不见得是好的 那马英九的发言也是这样讲 可是我们今天问了 行政院的部会 都是常务的政务 政事 次长级的 都说 包括陆委会 陆委会的副主委今天讲什么 说这一次邀请函 我问他这到底是一中原则 还是九二共识 你知道他怎么讲 他说我们的政府长久以来 是反对中共的一中原则 而这一次是一中原则 不是九二共识 如果你这个去对照 陈以兴的发言 对照吴敦毅的发言 就发现现在还在执政的 国民党政府是分裂的 他们讲的是九二共识 这是善意的延续 可是我们专业的行政院的次长 及以下的官员都说 这个是一中原则的打压 而且应该要持续抗议 所以我觉得马英九政权还有十天 而这十天因为叫不动行政院 所以只好叫郝伯春去太平岛 因为叫不动行政院里面的一些判断 所以干脆吴敦毅出来听他讲 我觉得我们政府的一致性 不应该是这样子 所以我最后讲这个结论就是说 很难过 其实我们这样去参加真的很难过 我没有人希望我们家的家人 去到某个国际组织被这样对待 去面对委屈 发出声音 然后慢慢把空间打开来 或是我们可以选择蹲在家里面 大发脾气 然后看看下次还有没有机会 我就选择去是一个比较困难 但是务实的决定 OK 刚才在这个上节目录影之前 我们收到了一封email 他是一位国际知名的 在医学界知名的doctor 他写的一封信 他开宗密的就写说 Does Taiwan need WHO or WHO need Taiwan 意思就是说 到底是台湾需要世界卫生组织 还是世界卫生组织需要台湾 这个问题我来请教一下 这个前卫生署长杨志良 杨先生 互相需要 我们不能够置外于全球的医药卫生 但是我们是一个典范 我们每年不但是门帮国家 还有很多国家都来台湾 受各种的训练 我也提供了很多的讲课 所以大家是地球村 所有的突然病 没有管你是哪一个国籍的 所以刚刚前面几位的发言 我都非常的赞同 这个老共是最为统战的 他这一次的作为就是希望你们 因为台湾是个多元社会 就希望多一个事情你们吵来吵去 你们再去分裂 第二个就是你自己火大了 我就不去了 你不去了 你更不存在 所以我觉得既然我们用多数选票 不管我喜不喜欢民进党 我喜欢不喜欢小英 既然选了他了 他做了决定 那我觉得我们最起码在目前 大家用一致的这个作为 那么就支持去 然后另外一点我也考虑到了 最坏的情况之下 说我蓝不利球邀请的是蒋炳黄 部长 你派来一个是林周炎部长 对 那对不起 这个是不是你就逼我进来 那就蒋炳黄 我个人认为 大概不会做到这种程度 这种程度的话 就让台湾的人骂死 气死 你反而激励台湾的人 更加来仇宗 这不是聪明的办法 我想不会这样子 他这个只是不予来逗逗你 让你生气 我觉得 会不会到了门口一看 说对不起 名字不符 下一位 没有他有报名的程序 所以我想这两天去处理 他会接受林平部长 我想民进党决定要去 应该已经确定这个报名 不会被这个否决 不可能做 这个不一定 老共中文会玩这个 你那么厉害 他谁理你 这件事情应该中间 还是有一些协调 他们常对台湾临时丢出限制 那个蔡明先部长就知道 别人进去身份证 passport一扫就可以进去旁边 台湾要看两个证件 对 所以我们的人是被排得长长的在旁边 对 他会临时给你加关卡 所以刚才杨树长讲这个事 他现在邀请的是蒋部长 对 去了林部长 也不是不可能 他为了阻止你五分钟的抗议发言 还有一个事情 他就可以关门 就是刚刚讲 不是不可能 他说 he is not the right person next 所以我看多出一张机票 把蒋部长机带去 就是这个所有去的 不管是正式的会员 或者是观察员 就可以去登记 说我要发言 所以我们每一次 不管如何 我们都登记发言 那这个我想应该不至于 说这个取消掉 因为干事长 secretary general 是服务会员的 他不是比较大 会员最大 我相信会员不会容许说 那我们今年取消登记发言 所以我们一定要发言 那么这个发言 林部长的发言是非常重要 这个就是要现在政府的高层 怎么去决定这个发言 OK 好 另外这个发言的时候 我那时候发言 我没有遵照安排的稿子 OK 第一个我不可能讲ROC 这百名要跟人家吵架 你要我讲Chines Taipei 我说不出口 对 所以我把所有三个地方 全部改成台湾 那也没有事 他们也听到了 对 那大家互相让一步 对不对 你不容许我讲ROC 对你不容许我讲ROC 我讲台湾嘛 你要我讲Chines Taipei 我也讲不下去 那你对 对对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回来呢 所有的长官也没有别的意见 那所以我觉得降在外 居民有所不受 就看林部长的智慧 对 OK 我们在我们刚刚在讲 就说在这个WHA大会当中 有没有可能中国突然来一些怪招 让台湾很难招架 在场觉得也许不会 不过如果我们看过往的情况 其实我要问常青兄的是 其实中国在很多的这个打压 台湾在很多场合当中 他们是完全不给情面 而且他们也不顾面子 很少人在一个国家在外的这个大会 世界大会当中会这么样口出恶言 但这件事情在台湾的 就对台湾的这个身上 却是一直不断的发生 有可能出怪招吗 当然完全可能 中共这个政权是个流氓政权 什么手段都可能使用出来 当然包括说在这个 这个强迫或者威逼 或者利用这个世界卫生主义大会 在这个台湾代表发言 是五分钟给你敲音 因为在中国现在使用办法 中国现在开始开放了 说可以让你演讲了 可是如果去演讲 刚刚说朋友们好 没电了 OK 大家观众都走了 来电了 这个流氓手段到处使用 有一个方法就自备 自备那个扩音器 藏在口袋里面 但是我拿出来 大声攻 但是我觉得如果 即使最坏的情况 不允许发言 应该准备一个很好的发言稿 交给余会的代表 因为今天刚刚预扣讲了 说我们要理自 中共这个政权 共产中国就要这个面子 对 他用这个第一个 打压台湾的 这个蔡英文新政府 给你个下马威 第二个就用这个宣传 中共控制中国所有媒体宣传 你看我们一个中国 而且二七五八号决议下 那个台湾新政府也来了 可以统战中国自己 告诉你说新政府 也接受二七五八号决议文 而且二七五八号决议文 不只是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合法地位 同时我顺便告诉你 台湾也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一省 他从来也不会说 我们不接受 所以你理他 在内部在那边自爽 所以我们就说 关键是这个 这五分钟的讲话 就特别来 就像刚才这个 那个署长刚才讲的 就是要特别凸显台湾 这个主权的国家 这点非常强调 因为你看 这我刚才为什么说 世界卫生组织 这个强加一个中国原则 非常不合理的 这二七五八号决议 大家可以上网看一看 刚才这个主持人 你也就英文讲了 翻成中文的话 不到二百字 我查了下 一百九十二个字 而且就是两句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 这个恢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中国在联合国的 这个代表权 第二个 驱逐蒋介石的代表 在联合国所有机构 非法占据的这个席位 都没有提到台湾呢 根本没有提台湾 第二 都根本没有提到 中华民国 所以跟这个 中华民国 台湾都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要凸显 台湾这个主权 另外你看 台湾不是一个 小的国家 朋友们 你看这个 这个土地面是很小 3.6万平方公里 在这个全世界 200国家排这个 137位 但是台湾的经济规模 根据这个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这个IMF 它2013年公布的报告 台湾的经济规模 在全世界 200多个国家 第七中排第27位 27位多钱 200多个国家呀 而且去掉这个 七大工业组织G7 英国 法国 德国 这个法国 日本 日本等等 那去掉七个 再去掉中国 印度 俄国 巴西这四个大国 去掉这七个加 三个 四个 十一个 27个去掉 十一个 十六个 所以我们台湾等于 在其他国家 占第16位 这经济规模非常大的 而且政治上 我刚才讲了 这个是个主权的国家 联合国那些成员 那些一个真正的 认同真实的真相的 那个世界维生组织 那些成员 都是看到的 要宣讲这个 政治上 第二个 经济上的话 刚才台湾的规模 第三个 你像文化上 台湾的这个文化 我们看台湾 我说台湾可能喜欢来台北 因为它虽然说 被称为中国城 但这里有全人界 唯一的一个 24小时不关门的 成品书店 就可以看书 政治上 全台湾也有个第一 全球第一 说全人界 台湾人的政治热情 全球第一 投票率非常高 你看美国这个 十月份选举 能超过50就不错了 真正结果很多 政论节目太多 来宾也很多 好的政论节目有限 在美国来宾一般 两个都 那么是文化 在一个我们看生活上 台湾多么便利 台湾的便利商店 311是人口密度 全世界第一 全台湾9000多家 包括你说手机吧 我们到台湾 人手一机 而且不仅人手一机 现在平均台湾 每一个台湾 有1.25只手机 甚至两只 所以从这个方面 台湾完全是个主权的国家 生活很好的国家 你这样的国家 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 被排除世界卫生组织外 完全是不合情 不合法 不合理的 所以要据理力争 来宣讲这些真实和事实 好 我们在场的蔡明宪委员 当过国防部的副部长 蔡明宪 先生 她曾经在去年的时候 参加过WHA 世界卫生组织的大会 告诉我们现场的情况 谢谢 我想这样 我去年有机会 去年2015年的5月底 我们透过台湾 加入联合国的协进会 台湾 我们有二十几位团员 一起去那个地方参加大会 事实上我们是很委屈的 像我们要申请这个大 参加大会的这些旁听 人家 美国人 日本人 欧洲人 就是只要你拿你的证件 护照或驾照 就可以进去了 但是我们一定要排队 要双证件 护照是不行的 OK 一定要一个有照片的一个双证件 而且我们要line up 就是要要等个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对 我们进去还要经过x-ray 就像机场一样 那这个警卫呢 就瞄着我们二十几个 你们会不会有什么抗议的行动 等等 OK 这很感觉很委屈 所以这个台湾加入联合国促进会是罗隆光 罗牧师常年推动的一个NGO组织嘛 不过总还是进得去了 是可以进去 但是我们是被看成二等的国民 人香港人都是单一证件 就可以进去了 我们连台湾的拿台湾的护照 连香港的这个这个那个地位 都没有被歧视 那我想我想我们这次竟然新政府决定要要出席这个WHA 这个但是我们要做最坏最坏的打算 因为根据二零二零零五年 这个WHA的WHO的这个秘书长 跟中国这个卫生部的部长所签订的那个MOU 就是这个备忘录 里面有讲台湾可以被邀请参加 WHA的这观察员 但是在中国的同意合合之下 对 第二点呢 这个memo写的 台湾的代表团 如果要发言 不管是大会或者这些技术专民的这些会议呢 还是要中国的同意 所以今天呢 如果说是这个新的部长去 他说这个不对 我不同意 那五分钟的这个我们台湾代表团的就没有那个份 也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我想中国为了打压台湾他这个无所不用其极 我觉得出这一册 就是林斗元跟蒋炳黄一起去 那不是下一个 这一个选择 那我是认为说你看这个这个姓呢 去年我曾经拜佛国长部长 对 他跟我讲 他并没有说卫福部这个这个title 对 他称我是Dr. Chang 对 你看这个今年的他连台湾都没有用 就City of Taipei 对 City of Taipei 他变台北的卫生局局长 所以我们的国际的这个刚刚好 大家知道是台北是在台湾 台湾的他都他都不写 OK 因为他把你当成Chinese Taipei 都更不要讲 行政院都不讲 就是manistria 怎么样 对 他这小动作很多了 所以我是认为说我们这一次呢 既然要决定要去 那我们要做万全的准备 他如果不在我们讲 我们怎么抗议 OK 那我认为抗议有三个方式 我个人的经验跟建 第一个我们要去以前 我们卫福部现任的 或未来的这个卫福部长 一定要有事先的声明 OK 给这个 给这个WHA的 所有的会员国 我们怎么样受到不合理 不合情的这样的打压 那第二点呢 我们可以请我们的邦交国 或友善的国家 像美国 日本 欧盟 很多国家愿意为台湾来出 对 这个发表 发表这个支持台湾的声音 就像刚刚那个美国的这个卫生部部长 在二零零七年都帮我们讲话 所以二七五八号决议 大家可以看到说 那里面都没有提到台湾 尤其提到中国能够代表的指的是什么 他指的是中国代表权里面 特别讲说把蒋介石的代表 对 他不是讲什么台湾代表 中华民国代表 他是蒋介石 也就是说蒋介石是个人 因为他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不是中华民国总统 那我说中华民国总统是李中仁啊 不要忘记啊 没什么 感谢观看